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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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ession 5 我们要 教大家一些古典统计的一些计算 计算是有点繁杂 但是它的意义其实很清楚 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如果是单元子气体分子 然后它的 随着不同速度 它的粒子数分布 是一个函数 那函数长什么样子 另外就是说如果是单元子气体分子 它利用Distribution function之后 那它怎么算出它的平均速度 还有它的平均动能大小是多少 那在计算 真的去算 这个平均速度 平均动能大小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古典统计的概念 那统计概念 其实它有一个 这个东西就是几率 几率跟这个统计的问题 就是说 几率就是说 在某一个位置 它出现的这个 这个几率是多少 所以一般我们叫做Distribution function 比如说 讲这是Size好了 Size有1到6 那在1的时候 它出现机会可能是6分之1 然后2出现机会是6分之1等等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times 它一个 利用它出现机会 然后去算出它的这个几率大小来 那比如假设有 N个Event N个事件 然后Di个事件 它出现的次数叫做Ni 出现的次数了 那这时候所有总次数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 总共有M个事件化 就是I从1 然后把它加加到M个 M个事件 然后每个事件它出现的 这个次数是Ni次 所以总次数就是大N次数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 把它写出一个Distribution Function 就是我们把刚刚所 这个 所得到的这个 Di个事件 出现次数就是Ni 把它处于总次数 这时候就是一个 啊 I事件它的什么 出现的一个几率 这个就是一个几率 Probability 那其实也就是Distribution Function 它譬如说 它是这个 呃 第一个Event 第二个Event 第三个Event 它就是你可以 随着第几个Event 然后画出一个什么 它的几率的高高低低的图 叫Distribution Function 那当然呢 它的 呃 它实际上的值把它结合起来 假设它的值它怎样 它的值是Si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 好 我们我们来算它的什么 它的平均值 它平均值的写法就是写成 这个 这个 S Average 那S Average 另外有个符号 就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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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S 方案里面 这个 这个平均值 S平均值 S平均值 就是总次数 N 然后上面什么 上面是 每一个事件 的次数 乘上 乘上 它的数字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个Ni 是每个事件的次数 然后这边有一个 那个 那个事件出现的时候 它的值是多少 然后 然后最后下面分母 就出什么 出一种事件 大N 然后大N分次Ni 其实又回到什么 又回到 我们所谓的这个 几率 就是Fi 所以呢 你看到就是 那个值 第二次事件 的值 乘上 乘上 它出现的几率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平均值 平均值 概念在这里 那下一步呢 我们还可以讲 还可以算它所谓的 这个 Square of the value 的一个 Average 那一样就是你可以写成 S平方 用个括号的这个符号 来代表它 那实际上 我们前面已经推导括 就是 几率乘上什么 乘上Si的平方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我们 前面有提到类似什么 Rumine Square的这个速度 对不对 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 VRMS 就是 气体分值的VRMS 它等于什么 等于 V平方的平均值 然后再来这样 再来开根号 好 所以 这边的概念一样 就是 你要把什么 你要把S平方的平均值 再开根号 就是什么 就是SRumine Square 那S平方的算法一样 就是什么 就是 等于 等于 根号 这个Sigma I Fi Si 的平方 好 那 再来 就是 这个我们这边比较没有用到 但是你在一般的什么 一般的这个统计里面 你会用到就是它的标准差 那标准差的值它是什么 它是每一次的值 再减掉它的平均值 然后在 平方以后再取平均 所以这边一个标准差的 这个定义 所以它是每一次的值 第二个Event Si 减掉什么 减掉它的平均值 然后最后再刮平方 然后再怎样 再取平均的一个计算 那实际上它的它的推导出来 你看到它这个 这个算平均 我们就写个这个 瓜糊 然后 Si 减S平方 你可以把它 写出来 就是Si 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Si 然后乘上 S的平均值 再加上这个 S的平均值的平方 然后最后再算平均值 那这算平均值出来 它会等于分别计算 Si平方的平均值 减掉两倍的这个Si 做平均值以后 又是S 然后乘上S 这边平方 再加上这个 S的平方 所以最后就得到 得到 Si平方的平均值 减掉什么 这个就写S平方的平均值就好 减掉这个 减掉这个两倍加一倍 减掉S平方 所以就之后 旁边这个 左边这个 这个讲义上 我们写的 同一边上面 我们写的S平方平均值 减掉S平均值的平方 所以这个是 标准差的一个数学的一个定义 好 那 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讲 可以进到所谓的 连续分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就是 当你的 能接 能量相差 非常非常小 小一小你的温度的时候 那 这时候呢 你的什么 你的这个 统计就可以用古典统计 所以古典统计的重要的概念什么 是连续分布的概念 所以你的能量差Δe 能量差Δe Kt以后,你可以把它当作Δe 能量是一个连续往上增加 这时候在不同能量的几率 就可以不要用discuit的方式来看 可以用连续方式来看 那这时候就可以用积分 所以这边你看,我们把 distribution function,它本来是di的 第几个event,它有一个 数值,小于1的数值,0点几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di把它换成x位置 然后它有一个数值,然后它是一个连续分布 然后呢,原本的积分 原本的summation,原本的一个一个计算 算出来,fi是等于1 summation fi等于1 那后来变成是积分,在有限范围内积分 然后积分出来,所有几率加总起来是1 然后,另外呢,你也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在不同的 在第1个event会有一个数值嘛 那一样是在x位置会有一个数值 s of x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算什么?算平均值 所以,s的平均值就是什么?就是 也一样是一个积分,积分把s of x,f of x 这是几率啦,这是它的数值 相乘,然后做积分,把它加总起来 然后在 这边是除以1啦,因为你下面除以什么?除以这个 原本的积分f of x dx 所以一样是除以1,我们就没有写 好,那另外s平方的 平均值也是一样 是s of x先平方以后 然后再乘上f of x 然后呢 你就可以算出 它的s平方的平均值 那一样,s root mean square一样 就是把 把s平方的平均值算出来以后,再开根号 就是s root mean square 然后标准差的算法也一样 所以在连续分布的 这个函数里面,你一样可以算出它的这个标准差值的大小 它的 bajo法就算了 现在好了,我们可以算出了 这样也有保持人的 所以我们就要br Government的 最后看看 最后看到的 期待大小松的平均值 这种中间的正绿和平均值得大小 的财帐 所以我们不能把 如果不能够 记住 就会